这个大哥不一般 因前几次相亲失败 这次改变了战略 之前听了红娘的保持低调 结果大姐都让别人领走了 这次打算做回自己 于是大哥就金光闪闪的出现了 今天的相亲会不会成功呢 老铁们点赞接着往下看 今天的女主角龚大姐 57岁 离异 退休金2000元 有130平住房 之前开了一家月扫公司 不想一生都搞事业就给关了 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 大姐的这次相亲家人也很重视 就派了个亲友团代表外侄女 过来把关 这是今天的男主角王大哥 62岁 汉偶 退休金3100元 有住房 大姐提前了解过大哥的情况 所以很重视这次相亲 正聊着天大哥就到了 大姐赶紧嘱咐红娘 我会做饭的事 千万别告诉她 千万别告诉她 我不能说是将来要去她家 给她做保姆 连相亲都是展现自己优点 大姐却开启了技能隐藏模式 大姐说自己可不想变成 整天围着老头的小保姆 红娘这才下楼去接大哥 王大哥相亲每次都不空着手 这次戴的是水果 那为啥要戴个白手套 你说今天这个手 是不是你上回不干 我说要低调了吗 我平时就是这样 缩毁自己了 戴手套可是为了藏妇啊 大哥说了 这次不听你们的了 平时就大金戒之戴一手 这次本次出演 红娘有点担心 原来啥样就现在就啥样 也不算是奢华 因为我原来就是这样 低调啊 老找不到对象 总结了之前的失败 大哥改变了战术 必须展现出我的经济实力 以前没成功可能就是太低调了 打个招呼吧 龚阿姨 王叔叔 两人一见面 对彼此印象都不错 大姐直接切入了主题 问大哥有没有三高啥的 大哥说身体没啥毛病 大哥也问起了最关心的问题 和前夫哥有没有藕断丝连 大姐表示自己是个有原则的人 一直都没有来往 大哥一听放心多了 开始问大姐对自己有啥要求 假如说真的要是有缘分的话 就是说这个 我是不带给你做那个 帮忙的 大哥说这你不用担心 做饭打扫 卫生我全能搞定 大姐一听很满意 这大概就是爱情的样子吧 这时大姐提到了喝酒 大哥当即表示 平时最多喝一两 也不耍酒疯 这话逗笑了外侄女和红娘 大姐可不是反对你喝酒 其实这是相同爱好 外侄女这就跟俩人闹上了 要不就边喝边聊吧 怎么要喝焦杯酒了呗 好 大哥心想喝了焦杯酒 你可是我的人了不能耍赖 红娘开始发挥作用了 两位感觉怎么样啊 大哥说挺满意的 大姐说目前也挺满意的 这目前俩子啥意思啊 那时还有要求没体备 大姐说两人要是真在一起 就必须要领证 大哥也是场当人 当即表示你的是你的 我的也是你的 你就是我家未来女主人 大哥也直接对外侄女保证 绝对对她好 我对她就是像对我前妻那样 我对她啥要对你啥呀 今天又是甜甜的爱情啊 最后两人牵手成功 这世界上又少了两颗孤独的心 多了一对幸福的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们的小西西 咱下期见 么么的 那结婚了能给你放一个什么样的宝照 现在的老年 相亲有多直接 大姐一上来就要求 对方给她每月三千块钱的保障 那落魄大哥又会有啥反应呢 本期的相亲堪称是奇葩中的奇葩 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越往后越精彩 今天来相亲的女主角是秦仁华 秦大姐方梁51岁 早在22年前 秦大姐和前夫因感情不合而离了婚 离婚之后 她独自一人来长春打拼顿钱 原来秦大姐的儿子在三岁时就患上了肾病 为了给儿子治病 秦大姐欠下了高傲的外债 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努力 她不但还清了所有的外债 还给儿子买了房子和车子 如今没有任何负担的她 决定再向前迈开一步 秦大姐口中的刘志祥58岁 目前租房住 平时在菜市场开始维持生活 别小瞧如今的刘大哥生活比较窘迫 但刘大哥以前是做钢材生意 直到现在外边还有300多万的钱 还没要回来呢 刘大哥上次的节目播出之后 有不少观众在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这回刘大哥还特意拿出了证据给红娘看 一听有人相中自己 刘大哥非常感动 他很重视这次机会 刘大哥亲手制作了一束成印满满的鲜花 带着这份浪漫 一行人踏上了和秦大姐的相亲之旅 看到刘大哥手捧鲜花向自己走来 秦大姐显得很兴奋 刘大哥这浪漫的举动让秦大姐对他的好感度加了一分 在红娘看来秦大姐对刘大哥似乎还挺满意 但在秦大姐的心内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 秦大姐觉得刘大哥长得不像电视上年轻 而刘大哥对秦大姐的印象却非常满意 对于刘大哥的突然表白 秦大姐的心里也是美慈慈的 接下来刘大哥主动的问起秦大姐的情况 秦大姐坦言自己有个还没结婚的儿子 但没有任何经济负担 对于秦大姐还没订婚的儿子 刘大哥也给出自己的态度 眼看两人的相亲坚入家境 接下来秦大姐直接开门见身 直奔主题 我也不知道你有房还是没房子 我说了我没有 他现在是在这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没有任何住是不可以的 一听刘大哥没房子 秦大姐顿时就不乐意了 这难免让红娘有些不解 那你当时已经听说是他没有房子 那你为啥还觉得他还不错 还想见一面 他演员在电视看吧 瞅着外表吧 挺好 我没想见面 就是眼睛没那么太过观 人家问东 你说西 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答非所问 接着他继续对刘大哥进行步步紧逼 生活上你是怎么安排的 家里的一切开心 是怎么安排的 我来 我来 那结婚了能给一个女人一个什么样的保障 对于秦大姐的保障问题 刘大哥有些犯难了 因为现在他的手头真的有点紧 有这么多人 我能做到事 我去求你 我想我做到事 我不去求你 对于刘大哥的这个回答 秦大姐似乎很不满意 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具体要求 男人找家 我要一个是态度 我挣钱我把工作交的 或者是我买房 我带上女人的名字 还在这上 就一个保障 不是说你就是 到你家里再拴住 那是不可以的 谁也不去吃住 可是这样一个 必须得有个保障 必须得存上三千 扔了秦大姐每月要三千块钱的保障 让刘大哥觉得很不舒服 他甚至觉得今天的乡气有点离题了 两个在一起的 就彼此有个信誉度 提醒对方 那只能走到一起 那你要说 说有 乐纳的提出那么多要求 而秦大姐也给出了要零花钱的理由 如果你要是说 过三年外面你再有儿子了 那你说你给我要上 我白在你家待三四年了 什么也没有 就跟我来吃穿 祝我 我不要太 一个给你四十年 那就是我的保障 我有没钱 没有钱 但是我零花钱也不断 秦大姐是一个物质的女人 而刘大哥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这强烈的反差 把最初的感觉都彻底抹杀掉了 此时连红娘都要替刘大哥说句公道话了 没想到红娘的提问 一下把秦大姐激怒了 此时刘大哥已顺势起身 结束了这场变媚的相亲 让吧 我谢谢你 大哥给我准备一花 我得给多少钱的心 你先启一动吧 把两条袜子 行 咱们一个人 我们承拥 承拥有多条路吗 是不是 老铁 对于这场相亲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哪单位最久的 科技公司 那你老板开多钱呢 开两千多 两千几 具体 你们那么相信吧 我就开两千 我就开两千 相亲现场 因为大哥问大姐收入问题 大姐竟当场翻脸 而急脾气的大哥又会做何反应 今天来相亲的是这位眼睛大哥 早在二十三年前 他就和前妻离了婚 说到自己的离婚 大哥满嘴都是自己的理由 刚开始是没毛病 后来我老婆着家 你那时候你就不着家了 那我出车 我成天回来管你 我哪有时间呢 你还想挣钱 我还想管你 我回来把钱交给你完了 那也不是猪 你这个不对 那也不对了 和前妻离婚后的这些年 大哥与前妻 甚至和儿子都没有任何来往 而对此 大哥依旧是满身失礼 就是这样一位孤家寡人的大哥 对未来的另一半要求却挺高 根据大哥的要求 红娘给她找来一个漂亮大姐 可没想到大哥竟然第一眼就没相中 而大姐对大哥更是没啥感觉 大姐觉得大哥个子太 形象也不行 在红娘的一再劝说下 大姐才决定再继续坐下来谈一会儿 对于大哥的提问 大姐并未作答 大哥忙活了半天 却忙活了个寂寞 大姐甚至连头都没测一下 直接来了个视而不见 大哥只好继续提问 面对大哥的当面比试 大姐当场就不干了 大姐表示自己状态非常好 身体啥毛病都没有 啥医保对她都没啥影响 大哥一听就不愿意了 她说没病 你知道跟你出城的有没有病 你知道啊 想来啊 你说现在没病 我现在我也说没病 那真出城了成一家人 这病那病都来你不管啊 但是老王爷不是那人 眼看二人相亲的气氛 越来越不融洽 而大哥却再次把话题 绕到大姐的公司上 你能开两千多块钱啊 对两千多块钱 两千几 具体 你能那么详细啊 我就开两千 我就开两千 面对大哥的一再追问 大姐的情绪有点激动起来 而没想到大哥的性情 更加火爆 我问你这具体开多少钱 你说我具体开多少钱就完了 我也不问你要 有啥是200块 处子处那是 眼看二人的矛盾就要升级 此时一旁的红娘 赶快开头解围 我假如说打个底包 开两千吧 然后呢 两千八 你两千八 那我都不管 我都不管 你这么说 你是给你儿子花 是啥花 我都不管 那你也不要 也不管 你还问那么细干啥 那我得问呢 那说话 咱得亮了 亮了底牌 咱得干啥呢 那这不知道 那你最后 在桌上没说明白 最后这是那 你说你 咱这不说呢 其实对于公子的问题 大姐并不是不能说 只是面对毫无感觉的大哥 她没心情说 大哥的这一过急的做法 让一旁 他的秦大哥都看不下去了 你这话确实是急了 这玩意儿 你俩处一处 慢慢处处 你俩就交心了 一交心 你们这事就好办 这高峰我也不能 把你剪刀漏出去 那我啥子做 我啥子都交底 你交底是交底 你这也是你的一级 你说 你让人家怎么说话 我这老地板 没用别人的毛病 就是脾气急 你看你们俩受伤 能不能再 不想往推进一步 我还可以听你这个话 不行 就是一个层次 就是她现在 全一个一我都不能想 最后二人的相亲 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铁 你说大姐这么做 应不应该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相亲现场 爸妈一上来 就直接提出经济收入的问题 引起对方的反感 那接下来的相亲 会有哪些转机 最终两人又是否会牵手成功呢 黎永喜 李大爷63岁 丧好 平房面积70平米 这样的炕 你看 这门全是炕 这是那个电热 反正我 有时夏天热不过 就是 比上不足 比价有余 收入咋样 一年 就是 你要一样 现在就冒多些报名 对不对 爸目前就行 往年我没动地 我老伴有病吗 李大爷的家 着实是温馨而又亮他 他的老伴去世一年多了 在之前的几十年里 老伴一直在和病魔抗争 多年来 李大爷一直都把家和生病的老伴照顾得非常好 早而起来 首先 市场 市场大一道 我这边边煸出饭 完了整热了 我都喂他 因为吃不了 就是抱我再搁 吃 再不能吃 放倒再了 一点点都可以 这些年 李大爷每天要拿出 四十八小时的经历 来过二十四小时的一天 不管有多嘞 他都把老伴照顾得很好 可是老天还是没能给他留下一丝丝的怜悯 老伴走后 身边的人都劝他日子要往前看 这一年来 也有不少人上门给他介绍 可他坚持要等老伴的周年过了再考虑 那如今的李大爷想找个啥样子办呢 只要演员过关了 那对方来就可以直接享福 啥也不用你干 我做饭我啥都会热 根据李大爷的择偶要求 红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李浩赫 李大妈61岁 丧偶 经济收入450元 平房面积70平米 你嗓子点痒啊大姐 我就是 以前跟我妹妹俩俩那个 我妹妹卖货 我跟她俩喊的 一下把嗓子喊坏了 在二十几年前 李大妈的老伴就因病过世了 老伴去世后 为了不让孩子们受到委屈 他独自一人把一双儿女拉着大 为此他吃了不少的苦 收过废品 逃个水 扛个水 如今儿女都已成了家 辛苦了一辈子的李大妈 觉得是该为自己考虑了 我自己有一个平房 我让那个长大睡以后 把门前 棚子 柴虎全都冲没了 李大妈想找一个温暖的家 而李大爷想找一个 相亲相爱的另一半 那他们会是彼此所要找的人吗 李大姐 你还有一家的 你们先进一边聊 一间面 二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还挺不错 李大妈说的话 打动了李大爷的心 接下来李大妈直接进入乡亲的正体 李大妈一见面就直接问经济收入的问题 这让李大爷很反感 说说话有点不疼 你看你一着来 对不对 你还收入 还能收回 谁知道收入多钱呢 他年都好了 他卖一块钱 我就多收入 生长万的 他说不好 他说瞎的话 那谁没饶 你不瞎了 我也要你也饿不饶 而李大妈觉得大爷的收入不够以后的生活 就是差在他对待什么 两人生活将来真的因为天内边不想考虑 我就这都是块 对不对 要钱我没有钱 这起码 一看 两人的生活 我也看啊 我也看好多 最后你给我 哎 做肉的时候 那你给我五千钱 我说一千我也不敢 从你要这钱 你太孝心 眼看俩人的相心进入僵局 关键时刻还得看红娘了 大哥他是这样 那个老伴生了16年 到后来9年 人周人放 吃饭呢 上课 管船都不行了 大哥精心照顾 而且以前一直都特别能干 你看他家里过这样 一个病人 有病人16年 没拉一份计划 然后介绍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又向李大爷 介绍起李大妈的情况 我大姐什么情况 年轻的儿子12岁 不到12岁 扛过水泥 逃过厕所 一个单亲妈妈 就带着这俩孩子 所以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一个好妈妈 一个合格人 可能是红娘的这番话 中了二人的内心 此时两人对彼此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李大妈开始为自己 刚才的直率做起了解释 肯定我也得问这些 哪个女人的男人 那不是说在钱上 在钱上说 没毛病 我不是说你有这种 我就问你 就是讲了两个人 都是活这么这样 收入这个地方 也开误会后 李大爷表示 能够理解大妈的顾虑 这话啥都得处 啥都得处 这大妈咱也不能说什么 李大妈得知李大爷的故事后 她也不嫌李大爷的耕地少了 看也不能说 现在马上就定下来 此时院子里 有几个邻居来串门 大家都忍不住地 为李大爷说几句话 找这个受不了 我不问钱 我为的是找个金 就是有钱 也是人家以前 这几正的 我不需要多少钱 就是两个人互相有个说 老婆就行 对啊 要互相疼的 就是李大妈的话 彻底俘获了李大爷的方先 我也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干啥 愿意 要有手的话 我上去就带着你 我出门我就领 你这想不连我都跟进 哎呀那好 那好 哎呀我就在这儿 进屋后 李大妈问起自己关心的问题 两人到一起以后 这有个天大厅的人 到这个时候 互相 对此李大爷想都没想 直接给出厂样的回答 哎呀那谁管呢 我这是什么 你饶我了 那我肯定 我肯定我得负责呢 对不对呀 这样一个人 我不能可能找我娘 找我姑娘去 对 此时二人的态度 已经明朗多了 李大爷开始 掌握着饭菜 准备留李大妈和红娘吃顿饭 一晚半就行了 行了行了 哎他们吃不够了 行 我去门 你看看你 你瞅瞅你 你来的就有家的感觉 回家有个火 回家你看回家 在准备饭菜的同时 李大妈开始规划起 未来的菜园啊 茄子 摘点小葱 种点菠菜白菜啥的 种点豌豆角 种把个 婆婆丁 啥的啥的点 而李大爷却仗恶着 要让红娘一行人 带礼物回去 我小玩玩的 我基本就是我自己 自己调的 就这 就这心意 我愿意你我自己的 给你那个样子 做人家做 带一颗带一瓶 好啊 那小 为了携带方便 李大爷还准备了分钟瓶 你拿点啊 我不拿我不喝酒 我带你还要带你 有喝的个也回来回去喝 我得给你 我得再来就不得了 真的 大妈嘴上说的是酒 心理意念的却是两人的未来啊 在两人的忙活下 一桌丰盛的饭菜很快就做好了 我要以茶代酒 好了谢谢原来不玩的这个节目 为我找到后半生 为我又当一个心理题啊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铁 你觉得这两人会是真正的一家人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方大爷来相亲 上来就毛手毛脚 小大妈手上的手镯 啥情况啊 现在老年相亲都这么直接了吗 本期的相亲全程精彩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李大爷开门迎接我们了 李大爷方宁七十一 身高不足一米七 每月老宝四千六 日子复到太荒了 这刚见到大爷没多久 小红娘就发现了大爷脖子上的翼翼 我看这脖子这块咋的了 五十年 啥呀这是 一块脂肪脂肪瘤 也退不涨 完了也不影响啥 什么也不影响 就不影响啥 也没考虑说给他做小手术啥的 我还爱他一刀干啥呀 原来是哪个工电公司的 机灵工电公司 我有自称 我是出去自称 经济师 这还有个一等工呢 哎呦我那比工历老一个了 争算解约的 推先进的 技术革新的 真是小母牛做火箭 牛上天了 答应年轻时混得有多风生水起 现如今就有多孤单无比 都说男人一过四十身体就会乏累 运气开始变倍 公司不再用他开会 老婆的脸色也逐渐不对 大爷也正是如此 她的老伴在2019年时查出癌症 随后便永远离开了人世间 我老伴对我特好特好 事实上就是我下班以后 我做饭 正好一度 我在那坐着他回来了 赶紧给我连走 你回去屋里 我说不用你 不是一个老爷们 一出门到外头 浑身一股 那个葱花味 您说你在家 你不受气 你也是七个月 老伴连走 上跟我说了三件事 第三个呢 你千万听我的意思 你往前走一会 这一辈子吧 我最满意的 就是我老伴 对我好 再照亮 不容易了 人生就像打电话 不是你仙挂就是我仙挂 自从老伴患病离开人间 大爷的人生就如同阴霾遮天 本想着就此孤独 终老引入沉淫 但一想起老伴临终时的 叮嘱万千 大爷最终还是决定 不再发念 当即报名相亲节目 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心 那么话又说回来 大爷想要找个啥样的呢 我第一要求就是 必须有双宝 第二个是身体健康 第三个就是 没有不良思考 总结下来就是由老伴 身体好 不哭不闹不爱吵 而在听完大爷的要求后 小红娘立刻就找到了 眼前这位姓王的大妈 并活缩安排了二人见面 你月开多钱 四千六 我想的是啥呢 我说的心里话 你一个月必须拿出这一千块钱 你存起来 这一千块钱 家里所有的琐碎事 全都不用你一个 以后就是家里 大情小事 礼尚往来 这些事都从这三千多块钱里出 你如果要是真正说 有特殊情况不够的话 我还可以拿我的工资 把这个钱就留出来 留出来以后吧 我那儿俩能花着花着 花不着的话吧 他就把这个钱 直接给他儿女 毕竟他有儿女 被名人用过的叫文物 被凡人用过的叫废物 大妈那纯纯 属于是求之不得的天外来物 这刚一见面 就主动表示 自己可以贴钱给老头花 实在是太贤惠了 这一波我必须给他打个82分 剩下的18分 要以666的形式奉扇 一旁的大爷见状也十分满意 但老人都说媳妇还是原配好 心血永远不跟脚 原配可以长相依 阿尔婚不能代替妻 大爷这一上来 就再次念叨起了自己深爱的王妻 这时候这是我老伴的 那天老伴不得那得愁了 把那心里还熬一点 好受一点 但是我要去了 咱俩要长了过日了 我该跟你亲那都请 你看到我过日子吗 乱七八糟 我绝对不要 那没关系 有了这个老伴 以前的一边放不下 你还天天起 你连这边的老伴 肯定有想法 再找个老伴的 那一边也得放不下 你就让新疆 不能受老 老算就让 大爷说好的深情人设 本以为话题聊到这里 大爷大妈的爱情 已经是板上鼎鼎 谁料大妈的下一句话 直接结束了这场相亲 你们两姑的性格怎么样 刁不刁你们海的 刁不刁你们海的 刁啊 不刁就行 到时候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我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老脸 就是脾气相当好 他这个人不是说 你听他嗓门搞 觉得他好像是脾气泡 但其实他就是嗓门大 两个人是 第一个问我 你们两个公公 有没有那个 一个蛮弹 就是那意思就是他 你们眼睛 在我这个融融中之内 你得给我灭啊 马打半子撒开僵 嘴出岔子惹祸殃 大妈一句没有走心的话 直接惹怒了大爷 即使小红娘 再怎么打人场都没有用 俗话说得好 脚心里里拔得出 话说过头收不回 现在别说大妈是嗓门大 就算是信门大 大爷也是坚决不能同意 就这一点 咱俩心里差不多了 可惜 可惜差不多了 你对 祝过朋友嘛 你很好 我不配 再见之后下一位 告别了王大妈之后 小红娘立刻行动 很快就为大爷匹配 到了本期的第二位女嘉宾 你好姐 我是小吴啊 吴大妈方宁67 名字看起来很牛逼 住房面积70平 搭配大爷我看行 刚走进大爷的家门 大妈的脸就拉得比 长白山还长 那屋子里乱 耗子来了 都得开联欢会庆祝 杂物多满无惠 差点赶上废品堆 大妈见眼前的环境如此悲催 当即就想跟老头吹 大爷见状也是赶紧解释起了其中的原味 大爷的回答也算是暂且打消了大妈的顾虑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小姨子会跑 皮革场会倒 能喊那白穿的女人坏不了 一听到大妈对自己的缺点一点都不介意 大爷的嘴直接跟耳朵根子无缝对劲 正所谓男人赚钱老婆花 老婆活到98 为了一举拿下欣赏人 大爷直接亮出自己的经济优势 爱就别客气 喜欢就放肆 眼看着二人已经是树上喜鹊脚炸炸 好事临头 大妈却突然表示 自己的婚事必须要征求女儿的同意 你先问你姑娘 你先征求她一样 到这儿了 咱也别过后问了 现在给姑娘打电话吧 你别上班了 上班了 不不不 那你自己啥想法 啥情况大妈 不会是自己不愿意 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 拿来堂塞大爷吧 我说的话 主要人好多 可是男男也我永久也 我喜欢你 你把这桌给我灯了 行吗 这桌都不会 我家姑娘给我灯了给的 我这有比你那个大点的 你换这个看行吗 姐妹们都看到了梅 所以说女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不然等你没了 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来住你的房子 管你的孩子 吃你的梅子 带你的镯子 但玩笑归玩笑 大爷找到真爱实属不应 在此也衷心注意二人能被永结童心白头到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小编的解说 那就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点点赞 咱们下期见 你一个月开4000多 你就4000多就都给我吧 我就给你送到手里的 4000多都给你 那你就不给我给钱 我下就别惨了 这种虎事我还能干 我这一天叫眼我白打了 爱钱打骂来相亲 张口就要大爷上交所有工资 直接就把相亲现场干成了猪肉市场 本期的相亲一波三折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王大爷今年80岁 眼睛很难凑一对 每月收入五个亲 肚中墨水一片片 从见到大爷的第一眼器 小红娘就注意到了大爷的眼睛有点不对劲 老师我看发现咱这个眼睛这块是咋的了 不想闹呀 闹的 咋眼明了 啥时候的事啊 主力闹的 那现在看东西啥的方便吗 对眼睛看不着 看不着东西 那影不影响你平时生活上 没 没啥影响 习惯了 生简单 活简单 生活不简单 因为患上眼睛的缘故 大爷现在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人 俗话说得好 男人这一辈子就是二十年的太子 一天的皇上 十个月的奴才 以及一辈子的提款机 可惜大爷这提款机才当了一半年月 妻子就突然发生了意外 这一检查你说什么呀 得个临状体胞癌 临状体胞癌 这小狐狸 这个病 其他医院呢就给血菜死了 可能吃不了 你回原样 他这一看不行了 回来 回来在家 我说三十个月吧 死了 阎王一笑 生死难料 棺材一台 世间白来 所以老铁们一定要给我好好活着 因为以后咱们会死很久 虽然短短几十载的人生 大爷是有丧眼有丧气 但这并没有将他击溃 正所谓成功的女人 喜欢和别人比老公 失败的男人喜欢跟别人比老婆 大爷没老婆可不 所以只能努力赚钱 比如说我这养路 他不得赚点钱吗 养路了 在哪呢 在哪呢 在后呢 这个路现在不好是 路还是挺好的 像这个二岁的母子 是七到八千 工资呢 可就没准了 一万多 两万多 是四五万 五六万的那都有 哎呀 那公路一个一两万 那五个公路 那就十多万了 再加上这些母子 这样是宰子 那这么算起来 二十来万了 那二十来万个钱吧 真是老鼠啃了牛屁股 属是牛叉 光养路就能值二十多万 看完就想问一句 大爷还缺不缺干儿子 钱不钱的无所谓 主要是我喜欢小动物 反正不管怎么样 大爷通过不懈努力 现在是赚钱了出名了 他又觉得他行了 如今再找对象 大爷的要求可不少 而在听闻大爷提出的要求后 贴心的小红娘立刻就找到了 眼前这位姓李的大妈 李大妈今年六十四 脸上没有美人纸 每月收入一千八 想到老头给钱花 我之前给你介绍 有一个大哥 就住你离你家不远的 你俩不是成了吗 没成 那因为啥没处啊 就是他工资也是退少点 玩的家是不行 就工资少 一千多年你觉得工资太少 对 那工资退少 那你说你上市场 啥也不买 不吃啥也 天天主也吃饭吃菜 你先走个钱好个啥 学习离不开智力 工作离不开能力 乡亲自然也少不了经济实力 看得出来 大妈对相亲对象的月收入 非常在意 这不就妥了 咱王大也要啥啥没有 穷的就只剩下钱了 多的不说少的不老 赶紧安排两个老baby见面吧 谁料仅仅只是对视了彼此一夜 二人就是八个外婆坐一桌 谁也没瞧上谁 外面这我跟你说吧 演员不太可惜 你觉得差点哪个演员 他外面也是瘦 跟荣茂 不知道 他长得挺老 跟四十十奶奶的 对 我看他是啥意思 玩的这是 要是我就看他演员 我对他没有啥太大的兴趣 但是我就跟你讲话 这公司还总 他咬服我还非常 还能行 这俩人是一个埋态对方 一个抱怨对方愁 就差没用脸上的皱纹 拼出嫌弃两个大则 但正所谓女人看钱不看脸 婚姻不会有风险 想到这 大妈赶紧参观起了 大一家的院子 真是产子切彩不地道 都说男人读到博士 是因为智商低 有人读到博士 是因为情商低 大妈就你这个情商 学历怎么这也得是个博士后 这刚一上来就吐槽 大爷家的院子破 得亏大爷的眼神不能打人 不然大妈早就见ICU了 虽然刚一见面就闹得有些不愉快 但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坐下来继续再捞个五块钱 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 刚坐下来就直接亮出了 自己最大的优势 我64 年岁也可以 你想说多大年了 我就想找60岁 那你说我找一个岁大 大妈说我差不多 你说我还挺好 是他 你说我来送他 那我就犯不着了 年三十一朵花 四十是潮马 五十顶呱呱 六十内外一法庄 大妈县如今正处于青春年少 风华正茂的年纪 既然条件如此之好 那么找老伴 必须要找个能养得起自己的 我就是差你这个年龄 给你这个工资 我就随着实在 我能有个依靠 就是这回事 依靠的情况下 我要是给你送到老 最后有啥办法 咱们得说明白 我伺候人我是能伺候 到你一个月开四千多 你就四千多就都给我吧 我就给你 就给你送到手 四千多都给你 那你就不给我给谁 大妈的意思很明显 你就算再有钱 不拿出来交给我 那也是老和尚买梳子屁用没有 而在听完大妈提出的要求后 大爷当场就火了 时刻让掉进喇叭中 他算个早还是算个逗 情况下就变惭了 这等虎事我还能干 我这一位教员我白当了 不知天高最后了 这句话我蛮闹的 就是我四千多 我先公知归他 而见到大爷的态度如此决绝 大妈也开始服软 节目最后 二人相亲还是一八笔Q稿中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小编的解说 那就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点点赞 咱们下期见 我没有老板 没有什么存款 没有房子 有个六七万块钱的外债 这个外债呢 我不想让儿子还 跟任何人在一起呢 我呢 希望他把这个外债能给我还 少废话 跟着人家说少废话 要财礼的余虑都不行 啊对滚蛋 五十八岁 贪财大妈来乡亲 张吼就要七万财礼 惹得大爷当场暴怒 更是气得爆出口 大爷一心为红颜 红颜只为兜礼钱 天若有情天一老 人间真情真难找 精神大妈气质在 到哪都是势力态 出门在外你掏车费 吃饭结账我往后退 小宝贝呀你最美 早点睡多喝水 想要钱请闭嘴 大妈掌呢 像成了精的是梦报 大爷是只要提钱 咱就别闹 世界上最难解的题 一个只想找免费保姆 一个只为郭搞人民币 小倩姐说不疲惫 给个观众你受累 视频制作不易 支持下小妹 希望完博能翻倍 相亲主角周丽娟 58岁 目前没有劳保 也没固定住房 老白银并离世多年 别看咱大妈体质瘦 身高却有一米六 现在有顾客吗爷 没有没有 没有哈 有顾客 这体型也太好了 看行吧 又高又瘦的 104米 好瘦啊 银行不良 穿着高分鞋就一米六六 女人要想混得好 头发必须往后倒 咱这大妈的面相 跟上级男嘉宾 苍通神很像 赶脚俩人极度般配 像现实版的雷公电母 大妈虽然人比较瘦 但按摩起来有节奏 你上次就什么局部按摩啥 你就是安肩颈 能有劲吗 你这么瘦 反正还行吧 黄了是租的 这个是租的 一年一万块钱 那顾客咋样 人多不 现在一天三四个 四五个人 二三百块钱 一天 对 那也还行 还可以吧 多老年我自己也做不过来 先踏鼻屁 后抹累 大妈工作不嫌累 大妈要求并不高 身高体重要打表 素质品格最重要 对象要在长春找 首先一点是有老板 首先一点我没有老板 这是品质好 这个是最主要的 干净利索 没有太大的不良嗜好 偶尔抽个烟 喝个酒 打个小麻将啥 这都不算不良嗜好 不要什么酗酒 一喝就得喝迷当的 这样的不 喝大酒的不行 好是在长春 就是范围之内的 如果他呢 就是外地里呢 他要是能来长春呢 是最好 根据大妈要求 给安排的一位 十宝祥 又是散醉 退休息一个月三千一百人 自有不利住房 大叔是唯一一位 把相亲当成事业的 全国各地来回奔 只为报得美人不宜 老家在哪 黑龙江哪 双双双 那咋从哈尔滨过来的呢 明天就录像 就录像 录啥像 就是相亲相爱 相亲相爱是黑龙江的 那个相亲节目 是吧 也报名那个了 然后也报名我们节目了 自己写的 北方当前 这是我去年写的 北方哪写呀 文人日报 也要 报纸啊 你通过这么多平台呢 对啊 私人现在都不可靠啊 你接着什么也骗人 为啥有两节不懂报啊 那不是概率高一点吗 徐龙分惊 看蝉闪 哪里有对象 往哪钻 先穿蜡子 后提裤 从此走上相亲路 只要对象注意的快 没有悲伤 只有爱 哪里有相亲节目 哪里就有大爷的身影 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严寒酷暑 始终坚守在相亲的岗位 为啥这么着急啊 现在能动啊 不能动大装 给你倒水啊 给你做饭啊 当然有病 谁给你打120啊 谁给你收尸啊 昨天是55 到60 6012岁 要太高个子 要瘦一点 超过105 我要是全国包邮 我可以去他家住 他可以来我家住 全国都可以 天若有情 天一老 大爷只求余生好 身高长相无所谓 体格必须尽瘦型的 多一紧则肥得难入味 少一紧则瘦得补出脆 大爷未寻女生不瘁 全国包邮任意罪 俩人方见地一面 大爷就瞅着大妈身材好 大妈则表示 大爷有点老 更直言自己是傻傻没有 老家只有吉姆地 但大爷也别惦记 大爷一心美元找 女方经济从不挑 你好 身材很好 挺老 长得挺着急 那你这退休了吧 给老板一个月多少钱呢 不高 3100块 无论跟谁生活在一起吧 一方呢 首先一点得接受 我们有老板 也没有什么存款 农村有地以后呢 就是房子地占了 主要是给孩子 因为我这有一个儿子 一个孙子 记一下我记不住 脑子记不住 一个我能记住 其实没事 记住呢 我没有老板 没有存款 不怕 没有房子 那都不是问题 大爷笔记里 记录的东西 小倩猜想肯定是 没房 没老保 没存款 人时尚 有欠款 大爷在选费的道路上 也是每天 一几万机 记不住 也属于正常 大妈的情况 和自身条件 大爷现在是都能接受 然后大妈一看 这人挺好说话 于是就顺单往上爬 来这边生活 行不行啊 这生活 你家有房子吗 我没有房子 这边要买房子吧 一挺便宜的 就是像买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二十万左右 十多万块钱 二十万块钱 基本上就能买个房子 农村我不怕农村 农村我养你啊 对对 我三千块钱不会养你 农村后我不可怕 就可怕要求条件才高 可能 可能接受不了 对 刚才全国包友 对呀 钱不能都花到那时候 那要花到将来 你有大病的时候 你老的时候 需要人的时候 需要找房门的时候 大金链子销售表 一天三顿小烧好 若问兜里博烧宝 得从他人那来寻找 大妈时尚气质好 一心只图 大爷敌宝 十万二十万张口就来 这可不是环乐斗 谁也别拿谁当傻子 我可以笑着 给你一个台阶下 也可以反手给你一个大嘴巴 关公他马 战场红 自古人穷之不穷 就说要在这边买房子呢 只是我顺带问的 这个不是主要的 就也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要彩礼 彩礼是这样 前途那个 因为他是食道癌去世的 有个六七万块钱的外债 这个外债呢 我不想要儿子还 如果不跟任何人在一起呢 我呢 希望他把这个外债 能给我还了 这个恕我直言 这不太好办 有人直说 我啥说啥 别耽误人家事 他也别当我事 行 那我知道了 他就是 就我觉得这种状况呢 他办不了 跟你说呢 一百个九十九个都不成 少废话 跟那人说少废话 要彩礼咱俩继续谈 要彩礼 要彩礼这余虑都不行 对滚蛋 都不是真正找人过日子 姐只不过是个局 把你却入了迷 社会就是一场戏 玩的全是人民币 劝军更新一杯酒 你要钱我就走 六七万块钱 大妈你一个月 六七千的公子 一年不就怀上了 何必逼头启事 打铁还须自身应 人间正道是沧桑 大言说话 你别嚣张 这款的楼子 都想是不错的 的